广东南篮5分险胜天津原因浮出水面 不是运气,也不是裁判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广东队打天津主要是防不住詹姆斯 让詹姆斯得了51分 詹姆斯打广东特别的兴奋 非常的高效 广东队防守有太多的漏洞和犯规 马上必须要裁掉 换个大外援,广东队夺冠不是问题 辽宁也不是对手 詹姆斯30%的3分命中率 投进5个3分,杜润望3分射手临重 马上现在城邦弓,砖挖坑 再不换大外援磨合 广东走不远,马上太慢了 防守基本没有 以前还有投篮,现在投篮都不行了 我早都说要换了 本场比赛,广东队赢在沃特斯的个人神勇 特别是在第三节 几乎是一人单挑天津全队 涉险过关,令人失望的是 杜润望 作为一个老队员 全场心不在焉 毫无建树 此场裁判公正 令人欣慰 此次北伐三战能全胜而归 皆大欢喜 广东这球队有点意思 最近看的几场都很悬 但最终总是能赢球 天津第三节反超 完全靠得双外援的同时上场 外援来中直篮连赛得分 如同砍瓜切菜 轻轻松松可以拿下30分 50分 可见中直篮的水平就是有多低 要技术没技术 要对抗没对抗 这种水平在国际赛场就是四流五流球队 回过头再看看 吴卫东那一代 姚明那一代 就会发现差距有多大 现在的外援随随便便就能50加 可见国内球员的防守水平 真的差到什么程度了 广东想要争冠军 马上真的要换了 在场上合无作用 这样下去反于会拖累球队 拿着200万的年薪打成这样 建议朱芳宇 如果想争冠军 必须尽快找到合适的外援 才掉马上 他真的不成了 如果不是沃特斯 广东打排名靠后的球队 都很难打 何况强队 哪怕是赢球 都是几分 完全靠沃特斯一人去拼搏 万一沃特斯受伤了 就麻烦大了 杜峰真应该检讨下球队的防守体系 这赛季打到现在 每个球队不管强弱 只要对广东 总会有一个人三分爆发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